大家好,今天來分享顏如蕊姐的小彩蛋 影片開始前,謝謝各位玩家的超級留言,非常感謝 首先我們帶領如蕊到妙音坊 跟狂主對話後面發現如蕊認識房主 但房主似乎想不起他是誰 當年房主就像一批壓制洪洞的歌姬,形容一個就是如蕊 怕如蕊獨自離開會太危險,還傳送一些心法以及音律給他 之後如蕊一直在找房主的下落,想要報答恩人 房主卻說舉手之勞而已 你要感謝的話要遇到傷害女子,你也要記得幫就好 這時瑞瑞的獎勵是服務員2點跟悟性1點 如果你像我一樣老婆已經在家園了,也不用擔心不能出發 先把顏姐姐帶入隊伍 接著直接去家園找房主 這邊注意一下目前顏姐姐的基礎悟性還能加3點 服務員還能加7點,主要是留意增加會不會占到基礎屬性 這次點房主對話邀請她入隊,讓他們碰面一樣可以觸發小彩蛋 在點開界面會發現額外增加的服務員悟性不會佔用基礎屬性 以上為顏姐姐改版的小彩蛋 應該要有個後續啊,例如驗獸你的武功或傳授什麼之類的 對我有帶顏姐姐的不要忘記來觸發一下喔 喜歡我的影片幫助按讚訂閱分享加開啟小鈴鐺 我是小楓,我們下次見